大哥你这跟我形容的 和你 和你形容的咋不太一样呢 你还告诉我都新房子 字评我可后边是盖了 破盖了 您这 咱俩打电话的时候 你也没说你家里乱成这种程度啊 是啊 那个我那东西再往外走到道路就好了 我是乱的 我承认我这乱的 真是土地妙丽田窟窿 一想不到啊 大爷报名的时候 食言房子是新盖的屋子是刚收拾的 可没想到红娘一来就傻眼了 院子里草都比人高了 房子也是瓦房里头 也是脏乱不堪 这邋遢竟属实牛掰啊 朋友你到我家来 那个餐馆 你个看看我的房子 看看我的屋里 那个一个头的我请你 这头的我个头 一个头的 哥 就是 我咋感觉你这个头不到一米七呢 我在那里没有一米七 我没有一米七 大概有一米七 我也没咋两 我也没咋两 你 你这个鞋有点高 是我特意穿的高 今天我 我个 我心的个能高一点 那个 你看你给我介绍的老伴 他能不能相当我 我看头一个 我还觉得啊 头一个 不一定要尝 心里没底儿 没有底儿 所以现在 第一印象就先把自己拉高一下 高一点是吗 是啊 是我一米六六 那个 你一米六六啊 真是真的 是我 我看我要做 那你为啥报名的时候说一米七啊 我多说点 就不是高点 穿高跟鞋 那你不能骗我呀 我见那个你点那个迷米啊 那个别骗我没骗你啊 你这个骗我四厘米不少了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属实下不来台啊 虽然说咱明白大一个人孤单寂寞 心里着急娶媳妇找老伴 但是咱也不能乱作假啊 红娘也是听得哭笑不得 大爷今天还特意穿了四厘米的鞋垫子 为的就是希望以后演员能好点 如今就是希望的心没白买啊 跟我说说你家这房子都是自己盖的 我看这个房子也不是新的呀 这是我买的 买的之后可这是盖的 那个院是我的 你看那院东西啊 你看我有那个院村间盖的 我隔音盖的 你看那上都是我自己 原先这是一块地 有一个小房子都是那个地 都是一块地 大哥你这跟我形容的和你 和你形容的咋不太一样呢 你还告诉我都新房子 新房子是 这是新房子 就这一个新盖的 这是54平我后边盖了 扩盖了 这个是54平新盖的房子 然后后边还扩建了 那你给我介绍那女士你跟她说 我那有地盘 咱们愿意盖多大盖多大 我自己能盖 那房子不缺 房子是自己盖的 真是厕所里撑干跳 属实过分啊 大姐前头报名的时候 分明说房子是新盖的 但是在这里转移了半圈红娘才明白 这杂草丛生的地方就是人家的院子啊 随处可见的砖瓦碎泻垃圾杂窝 说的好听了确实是新盖的 但说的难听了 就是个漏风漏雨的网房啊 坑坑洼洼遍地青草的 院子里一下雨岂不是成池塘啊 这是咱去年盖的新房子 是把之前买下来的旧房子给拆了是吗 没有 这个是空地 我新盖的 这家造的破 你看造破 这个房子盖好都能 我跟你说呀 阿姨可爱干净 哎呀是啊 我家是邋遢 我曾经 我新的去年刮个墙 我新没有人来 我就没刮墙 材料都买了 就自己都有打算吧 有打算啊 就到时候人家说的时候 那我能完成的 都能完成是不是 就是该收拾的 肯定收拾 我能收拾 那我能说到 那个我爱好那无线电那些 有电器那个那些 我没有那些 是 您这 咱俩打电话的时候 你也没说你家里乱成这种程度啊 是啊 那个我那东西 你再往外 我倒走就好了 我是乱的 我承认我这乱的 真是土地庙里田窟窿 不妙啊 前到身高谎报了四厘米 再加上说屋子是心爱的 已经让红娘多次大失所望了 这会一进门看到屋内的布局 红娘是彻底的忍不住了 直言大爷家里太脏太乱 报名的时候可没跟咱提这场 大爷也是白口莫辩只能承认 我这优点我还是我身体还好 优点是身体好 我有一个住宿 我有老宝 我有酸毛 有保障 有保障 吃酸住不成问题 今天来到你家之后 我肯定要提的 因为我 我得对咱大姐负责 因为大姐很在意两点 一点是 有房 一点是有保障 但是大姐毕竟是在长春 人家跟孩子过得也挺好的 然后他只是想觉得 有一个房子是有一个生活的 就是一个安全感 但是你现在有房是有房 和你叙述的有点不太一样 一个是房子正在借 这一点我不知道阿姨介意不 再一点就是你现在房子实在是太乱了 我自己过我是乱 我是邋遢 我承认的 我承认的 那又有个老伴 我没找 我没找到老伴 也很不容易找老伴 咱这么说 找着老伴 就比如阿 今天 大姐 同意跟您就是接触接触了 咱从回家以后 能不能开始收拾你这个屋子 我可以 我这屋收拾收拾 把那个棚头都 顾人也可以 我说我棚头都是亮堂的 那个 人家都新男的 反正这位 特意都放小棚 我新盖小棚 您现在是单身 单身男士 您自己住还可以 就是如果 你看家里再多个人 你说人家能乐意 就是现在这环境住吗 是 我也听懂了 真是傻大姐唱歌 属实离谱啊 虽然说大爷经济是不愁吃不愁穿 但是这房子都睡不了个好绝 红娘见到大爷努力变景 也是胡同里赶住 直来直去 直言对方在意的有两点 其一是有房子有保障 其二是必须干净利索 但是大爷关于这两点的表现 属实是有点不忍直视了啊 觉得您很注重房子这个事 因为啥不住房子 那你又没有定住呢 那咋办呢 必须 岁数大了 你得有五个住地啊 身体一年平年 也不能干啥玩意 你必须得有劳保 对 啥也不是要求太高了 就是能有个身后来源就行 说到房子这个事啊 我拍了两张照片 就这样拍了两张照片在家里 你看他这个房子是就是这个是去年买下来的 他去年才买下来啊 去年买下来 这个是之前那个人的房子 他还没拆 然后这个是他去年刚盖的 对 刚盖的 就是后身还继续往下扩 他意思是如果就是找着对方 就是女方还想继续有什么规划 他还可以继续盖 洪娘也是看待眼力急在心里 连忙找到了大妈 一无一时的叙述大爷的家庭情况 看到大爷的家庭情况 马房在杂草丛生的应称下 显得破败不堪 就看大妈作何感想了啊 有一点就是关于你很注重的 就是养老保障方面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养老保险呢 你说我不再找不找个养老保险 我以后找个伴 你说我俩身后来源咋办呢 够10个车就行了 我也不要求太高了是不是 明年的时候那个他开是一个月3000 他现在是还有点存款 他说4万块钱存款 够就是今年就是到到他开了为止 因为这点其实也是符合您 就是跟我说的 但是就是关于我不知道啊 一直咱俩联系 您没有说过身高长 esos方面 您是不看重还是 还是 一般也行 主要是布埋得行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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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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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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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 我也不要求说这个年岁了,60多岁了,还能找什么漂亮不漂亮的,主要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缩就行。 行,因为我今天去了,我还真是有点担心。 行,好,看看去。 这房子也不成问题,有个窝住,有地儿住就行,完了它乱我能收拾。 真是唱戏的躺眼泪,可歌可泣。 红娘把大的情况全数交到完毕后,没想到大妈听了之后,心里非但没半点嫌弃介意。 反而是觉得直呼自个要求不高,只要能睡得好吃保穿暖,其他的就再也别无所求了。 演员方面这么大年龄,也不想再挑挑剑剑了。 虽然人家不求财不求色,但红娘心里头还是感到担心,那咱们就骑着看唱呗,走着瞧吧。 我先说,老妹,五十几老妹? 我今天六零,六十的。 你属相跟我说? 我属虎屁股大一岁,我属兔的。 我这个模样,你的演员对我能不能相同,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过年六十岁,我就开老板了。 我今年,我自己跟我自己退休了。 我在拆迁的时候,我打拼了,我有点存款。 要是跟我俩过的话,就不至于去上班了。 我选择了能村,能村很肃静,空气很好。 爱情经不起等待,大声表白就像现在。 别看大爷是打心底的紧张。 但是为了能够成功,把媳妇搂进怀里,纵使人家结巴的不得了。 也是直接表明心意。 直言要是大妈跟自己过日子,以后就吃穿不愁衣食无忧。 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眼色形式。 一番掏心窝子的表示后,没想到大妈却是一点没敢动的意思。 你的老家是长孙,是外仙的? 我一个孩子。 男孩女孩? 男孩结婚了,都结婚了。 那你跟我一样,我也是一个男孩。 结婚了没有负担,你有负担我不怕。 没有负担。 我多给你,多给你。 我是很能吃苦的。 你看。 兄弟,咱俩好像是没有演员。 另外,我四十比你大,大一岁。 我不想找比我小的。 我没挑你。 我想找比我大几岁的。 虽然说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 但是大爷仍然是继续勇敢追爱。 不到黄河心不死, 娶不回媳妇,绝不作罢。 拼尽全力寻找共融话题。 自个没有任何负担。 就算大妈统领外债, 自个也愿意帮忙承担。 又是肯吃苦,又是疼媳妇。 但是任凭大爷如何做出努力, 大妈就是依不依然不动的样子。 轻飘飘的依据, 没有演员就给带过了。 因为我不想上能寸去, 不想下能寸。 你说的话我懂了。 我不怕女大一岁。 女大一不尽机。 我对你的印象很好。 你是想住楼房, 你愿意在城市。 我喜欢在农村挖点野菜。 我没有高血压。 我没有糖尿病高血压。 大姐说不喜欢在农村, 你还能再回城里吗? 我有上城里的打算。 我退休了开老保。 我先让我孩子在红旗街, 哥们儿再买个大房子。 我孩子在汽车厂当厨师厂, 有楼有车。 我让儿媳妇在银行上班。 那是你儿子的事, 咱俩的事, 跟咱俩没关系。 哥们儿哥, 我把我农村房子卖了, 上城里再买个房子。 好,好不好? 主要原因是对, 那其余的都不是问题。 我本无意惹惊鸿, 奈何惊鸿入我心? 丑大爷的架势, 就算是把棺材本掏空, 都要换回大妈的心啊。 听到大妈嫌弃自己的农村生活, 大爷当即就表示, 自己的儿子儿媳妇经济实力不俗, 可以帮忙给自己在城市买个楼。 只要大妈愿意跟自己, 夫妻手牵手余生一起走, 大爷就算是把腰子嘎了又何妨, 为爱冲锋的勇士着实令人敬佩。 你方和我插的吗? 插的也演员。 你之前不是还说吗? 说长得差不多。 因为没有演员, 第一感觉就没有演员。 你觉得大哥的成绩咋样? 成绩倒挺好, 可以的, 但是就是没有演员。 不, 不怕你听我说。 我想找一个能村的, 他没有工作也没有劳保, 我就没有压力。 你要是追求富贵, 又住楼房, 那不是我想象的。 我也不许要求太高, 就是咋的呢? 就是能养我就行, 懂我就行。 那要我能做到啊? 但是咱俩好像是。 你反复重复了。 我不想找这个孙子小的, 找孙子大一点, 少少大几岁的。 那数啥的, 我没介意。 让我做啥, 我为你而做啥, 我后半生只缺个老伴。 你觉得就是, 你找伴是为了啥? 我找了伴, 就是为了以后有个抱, 有个老伴, 就是有个文武当当过日子的老伴。 你所说的文武当, 能不能具体形容一下? 比如说, 男方需要做到哪些点? 只要他对我好就行吧。 我俩有个退休的老伴, 就是能维修生活就行。 身体好就行。 你看看, 那几点我懂不上。 你查的是哪儿? 你告诉我。 你想的, 我怕有一些顾虑我, 那我都给你。 他就别排了, 没压抑了, 死去不排了。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断了线的风筝, 没死亡了啊, 咱看就算是大爷把着天下给挡下来, 也换不回大妈的真情啊, 都说相亲也圆寨一半, 看来大爷要演在西北了。 这个刚才特别有诚意, 就是包括他一见着你的时候。 我现在很有诚意, 有诚意来的, 打不诚意, 没有诚意, 谁上这儿给他干嘛呀? 正没事找事, 是不是孩子? 就是, 这不为了找个伴儿, 行自以后, 有个安定的就嫁了。 你看您现在说的吧, 就和您和他坐在一起, 就是不一样了, 你知道吧? 就是, 你现在也没有听他说条件问题呀? 我说不喜欢, 那我就能听听听, 啥用啊? 那有啥意义? 没啥意义? 这不还是尊重他吗? 坐下跟他聊得比较了, 就是聊不到一起, 就不能聊了吧? 是不是? 你没有让人家把话说完, 并且, 不想听他说话, 他磨叽了, 这题能称康, 这么烂谷的事儿, 你说你听他啥意思? 最开始的时候, 您就应该说你是以演员为准, 你不应该说你其实是以自身条件为准? 条件我都不在意, 演员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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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这一块演员, 没想到这一块演员, 每个人都不在意, 不过这一点的事儿, 怎么会拿到这块演员, 怎么会拿到这块演员?